讀進來,第一個當然你要先產生eng.tst這個檔 你記得,那怎麼把它開起來 當然你就是一樣啦,跟上個禮拜寫那個開檔跟存檔一樣 開檔的話一樣是open open後面的話就是給它檔名跟副檔 檔名的話就eng.tst tst一定要自己加,副檔名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上一個豆點 然後呢,本來我們是w嘛,你就把它改成r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我要讀喔 那你要怎麼讀呢 你可以根據f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f物件 就檔案物件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點 你f點有沒有,打一個read 其實read的話就是指的是讀取 那讀取的話後面 你就是給它一個小瓜糊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你去讀取了 那讀什麼呢?其實就讀到哪些?讀到這些啦 OK,我先把底下先把它註解一下 這個ctrl1好了 假設我們重新寫好了 那如果你假設寫這兩行 外面加一個print好了 也就是說我把f點read放在print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執行 理論上應該會得到什麼呢? 得到我剛剛輸的成績 就是這些成績 有沒有這些成績的話實際上 就是剛剛填的這些成績啦 有沒有這些嘛 它就幫我讀進來了 誒?那讀進來的話當然喔 不過我們讀進來的時候它是一個文字 它並不是串列 所以後面的話其實我們還需要做一些事情 什麼事呢?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些資料切割 所以要切割 因為它資料 它是放一串裡面喔 那中間是豆點嘛 所以呢如果我要把這個資料切割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啦 也就是我這邊加一個變數 S等於 先把read的東西先放S 然後呢利用S 裡面有一個叫做點Splitter Splitter有點像切割 資料剖系 有點類似像資料剖系 那Splitter裡面呢 你跟它講說 我要豆點 請你幫我把那個豆點的地方 做一個切割 切割完之後 前面必須用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叫做 隨便我取一個叫List1好了 因為它切完之後 回來的東西就會是個串列 所以呢 我們前面可以再加一個List1 去把它怎麼樣 接到喔 所以喔 特別是中間豆點嘛 那我把它切割之後的話 把它放在List1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會把它轉換成為一個什麼 轉換成一個串列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裡面放的雖然看起來是數字 可是前後都有加丹引號 那加丹引號的話 表示說呢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文字喔 欸 對不對喔 那你說為什麼 明明我給它的是一個數字啊 為什麼它會丟回來都變成文字給我 前後都有丹引號 那一定會是文字啦 OK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轉換成為數字 因為如果不是數字就不能夠加總嘛 欸 所以喔 如果你要轉啊 當然前面講過說 那我要轉成整數的話 我加一個INT 可不可以 其實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把它加INT的話 執行會變怎樣 欸 錯誤耶 TypeAir為什麼呢 其實到底很簡單啦 因為你的串列很多個 但是你INT卻只有一個 有沒有 轉的話只能一次轉一個喔 你不能一次給它轉很多 比如說我今天轉喔 我可以這樣轉 我要轉第幾個給它 比如說我這邊中國阿虎喔 可以給它一個 比如說0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執行喔 它會先幫你轉一個 第一個98對不對 它是可以一個一個轉 但問題來了 欸有這麼多個怎麼辦 那跟各位講喔 底下的話呢 那你就變成說 你要寫個回圈 然後分別把這一些資料 逐一逐一個 把它讀出來之後 有沒有 轉換成為 什麼呢 轉換成那個數字之後 再把它存回去 OK 可是這個就比較麻煩喔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如果你假設你將來喔 要學會Python的話 一定要把 串列給學好 那串列要學好的話 一定要把回圈也能夠夾 就是也能夠熟練啦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需要做一件事喔 所以假設喔 你已經 Print好了喔 OK 把這個Print出去 那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如何把這裡面的那個 資料喔 我先不要全部啦 假設例子的1 我如何把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轉換成數字之後 然後再存回來 因為如果不是數字 就不能計算喔 OK 這要怎麼做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可能講應該今天沒辦法講 應該開個頭啦 所以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從這邊 再來跟各位講 把他轉換成數字之後喔 底下的東西就簡單了 馬上可以計算出來 到底幾個學生 還有 總分 平均 最高 最低分都有了 OK喔 那 請各位就是 回去的話還是把 這個 尤其是回圈跟串列喔 這兩個重點喔 可能還是要把他熟練喔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啦 原則上就是 我們會再把 串列部分再舉一些例子吧 然後 再來就是說呢 外部讀取檔案 最後後面就會銜接Excel了 所以喔 怎麼樣再把檔案變成Excel 這個難度就會越來越高 請各位 把前面的部分喔 先熟悉喔 OK 那時間差不多 怎麼辦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喔